七夕节快到了 顾点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巧克力蛋糕 今天的蛋糕体 我们只用平底锅来操作 非常的简单快捷 快来做属于你自己的第一个 自制巧克力蛋糕吧 我这边呢就直接开始了 你可以按照配方先准备好食材 30克的黄油 然后开最小的火 如果你没有黄油的话 可以用玉米油代替 但是香味呢就会少一些了 可可粉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的 黄油融化之后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把可可粉倒进来 混合均匀 打入一个鸡蛋 60克牛奶 再次给它搅匀 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 白糖 普通的小麦粉 中筋面粉 再加上四分之一茶匙的小苏打 大概是1.5克 给它找一个锅盖 宜家的锅配了一个双利忍的盖子 开最小火 去烘好它 15分钟 一般像是这个锅盖上面还会有一个小孔 出气的 你需要把这个洞给堵上 让它形成一个封闭的状态 你看看现在蛋糕已经膨胀起来了 这个食谱就是这点不好 一做就成功 一做就成功 你说烦不烦 15分钟已经到了 好烫 用牙签来检测一下 如果没有拖泥带水就是已经熟透了 等它冷却之后我们就可以脱沫了 接下来就随你处置了 你可以裹酱它奶油它 当个早餐或下午茶 配一杯咖啡或者是红茶 都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是七夕节的话 我们的花头筋可以更足一些 加双倍的料 把这个蛋糕底做得再厚一些 用刀刮一些巧克力蟹 直接剩下的巧克力做一个巧克力奶油 现在这个厚度呢就差不多了 你也可以做成两个小的叠起来 中间做成夹心的 下面的这个项目要付费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蛋糕底给它戳几个洞 最后撒上铅笔线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蛋糕呢就很湿润很绵密了 刚才融入的百利甜酒 让人感觉很惊艳 大家一定要试一试 奶油水果和巧克力蟹这些 大家都可以自己创意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我是五点 我们下期再见